香港近日就修订逃犯条例的抗议活动不断升温 昨日更是接连发生55万人大游行以及冲撞立法会行动 然而纽约时报刊登专栏作家袁立的文章却提及 中国精英阶层即使能接触外界资讯仍多反对抗议活动 他们认为自由不能当饭吃 港人与其继续上街游行 不如努力重建正在失去光泽的香港 文章表示修订逃犯条例针对的是允许香港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 由于中国人只看北京审查机构允许的新闻 他们反对这些抗议其实并不奇怪 令人意外的是许多对整件事情来龙去脉 有全面了解的中国人也持同样观点 其中塞西利亚他就读美国名校 过去四年来一直在香港金融业工作 从没有从香港搬回中国的打算 并从外媒获得新闻 他却不明白为什么香港人继续上街游行 并认为他们应该回家了 罢工罢课今年香港的经济会很难看 他认为抗议活动并不成功 什么都没有利益的事情 你认为是为什么能够得到什么呢 而近日在网上剖社欢迎的文章 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旧吗 作者赵浩阳则是几年前在香港毕业的研究生 他断言香港年轻人真的不坏只是比较蠢而已 他写道香港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冲击 普通民众很容易被蛊惑 这篇文章即后在社交平台微信上 已经获得10万的浏览量 大约7000人主动向作者打赏 但是目前已经被删除了 文章分析中国经营阶层之所以会反对抗议 源于对中国模式成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 自由不能当饭吃 他们认为香港人在媒体法庭和街道上挑战政府 将导致混乱并让人们回到贫困 北京一位科技高官赵建飞就在微信的朋友圈写道 中国40年来只谈经济不谈其他 文章又指出香港优势逐渐退色 也令中国精英阶层反对抗议活动 在香港回归时 中国都视香港为东方之珠 并对中国其他地方也能像香港一样繁荣昌盛充满希望 可是他们现在却认为 香港的摩天大楼与上海和深圳相比黯然失色 许多香港人艺人开始说普通话 香港的零售商越来越依赖 大量购买奢侈品的中国游客 因此许多中国人开始相信 没有中国香港不会如此富有 并对香港的自由港和言论自由模式越来越失去兴趣 文章最后引述塞西利亚 说到我想得到香港最好的东西 但不会参与那些毫无意义的本地事物 他还说如果你的投资没有回报 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种所找到了 quartz 西利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